北京东方时尚房车展时间10月20号到22号 购车还有现金补贴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例子 带大家看了那么多国产房车 今天例子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 今天咱们来看一款 德国大众原厂的进口房车 大众大家众加利福尼亚房车 整体的那个车型 相对于咱们常见的B型房车来说 真的是一个比较庞大的那种体型了 大家看啊比较有意思的 它的上方和咱们常见的B型房车 是不是很不一样 它把B型和C型啊做了一个结合 那么在B型房车上面呢 也做了一种额头的设计 而且是一个类似于 海豚身体形状的设计 前高后低流线型啊非常的漂亮 那么也为车内增加了这个空间高度 车身上方呢也是配备了电动的遮阳棚 一键启动非常方便 车尾门呢采用对开式设计 那么把车尾门打开之后 我们就能在门的两侧看到的这种 粘板的这种储物框啊 那么这个储物框是放置这种户外露营设备 比如说椅子呀或者是桌子这种设备 装进去非常的方便 而且车尾也配备了大容量的这种储物空间 那么中间的这个通道呢 是可以平时咱们外出的话 带着自行车带着摩托车是都可以放进去的 上方就是床铺的区域了 现在我就在这款车的驾驶室里面了 那么驾驶室的内部设计呢 也是大众还是比较经典的风格 那么动力上搭载的是一个2.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八档的自动变速箱 最大扭矩是410牛米两轮驱动的一个驱动形式 主附加座椅呢都是可以进行这个扶手的这种调节的 而且呀它是一个织物设计 亲肤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主附加座椅呢都是可以进行180度旋转的 那么旋转过后可以与中部的这个双人座椅形成一个环绕式的惠客区域 整车是一个核载4人的车型 刚刚咱们在车外看到了这款B型房车有了一个额头的设计 所以它的内部空间高度达到了2米3 所以说咱们有特别高的大高个子在这款车里 那可真是非常的自由了 那么在额头上方呢也是加了这种推拉式的额头床 可以容纳下两个成年人在上面休息 中部呢是一个双人的这种乘用车座椅啊 那么行车过程中也是可以坐的 前方的桌板面积也是比较大 如果说咱们用餐量比较大的话也是可以放得下的 那么侧面呢也是采用了这种织物的这种包袱 亲肤感呀包括质感上都是比较不错的 上方的这种开放式储物格 例子还是比较喜欢的 它是一个非常这种简约看起来简单干净的设计 高级感比较强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厨房区域的设备 那么厨房区域呢就设置在了中门的进门处 打开之后其实在这个跟户外的通透性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台面上呢也是配备了一个这个燃气灶 它是一个双燃气炉的设计 也可以一边烧水一边做饭 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在侧面呢是一个带盖的这种翻折式的洗菜池 下方呢也是配备了这种充足的储物空间 去方便大家去收纳厨具餐具 在操作台的侧面是加了一个这种抽拉式的拓展板 来拓展咱们的这个使用空间 拓展板下方呢是一个抽拉式的冰箱 其实它的这个冰箱的容积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在这个厨房区域和后部的睡卧区域上方呢 做的是一排储物吊柜 这个储物吊柜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啊 它是采用的 这种上下翻盖的设计是做了一个分层的设计 那么也是可以储存更多的物品 那么例子一定要在这夸一句啊 这个储物櫃打开的这个顺滑度是真的不错 完全没有那种阻碍感 后部呢是一个后置横床 大家看啊 它这个床板上是采用的这种有这种小弹簧的设计 那么其实这种弹簧设计呢 咱们睡在上面这种减震感 还有这种舒适度都是比较不错的 卫生间的区域呢 空间上也是比较宽裕的 配备的是一个可旋转的合适马桶 还有一个这种可翻折式的洗手盆 水龙头和凌云花洒是一体式设计 洗澡的时候把它抽出来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这个做工啊 一体感是真的比较强 给大家唠了那么多啊 现在给大家透一透这款进口房车的价格 那么目前这款车的指导价格是186万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想要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 进行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啦